法国执政党在上周强行通过年金改革 被反对派发起了不信任投票 结果多达278名国会议员都投下赞成票 但还是以酒票之差遭到否决 内阁惊险度过不信任案 让很多民众相当的不满 有大批示威者现身在巴黎街头 翻倒垃圾焚烧杂物 警方也当场逮捕了好多人 而对此公会扬言 在周四还要发动第九度的全国大罢工 哨声一响 整排阵暴警力同步上前驱散示威者 整群健壮立刻逃窜 20号晚间巴黎街头再度涌现大批示威者 群众推倒栅栏打翻垃圾桶 街头一片凌乱 还有人放火焚烧杂物顿时烈焰冲天 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面对群众脱续行为 警方也强力执法当场逮捕多人 法国总理伯纳动用宪法权力 强行通过年金改革法案 将退休年龄从62岁延至64岁 而反对派也寄出反制 对内阁发动不信任投票 尽管多达278位议员投下赞成票 但还是以酒票之差遭到否决 内阁惊险度过不信任投票 反对派先是高举标语 扬言接头见 总理发言时更愤恶离场 工会已经放话 23号将发动第九度全国大罢工 也让总统马克宏遭遇四年前 黄培兴运动以来最严峻的危机 该如何化解法国当局再度备受考验 陈伟人编译 gefähr的 血地 相当于 各市场 的 潜心 谢谢大家